第一個你要了解Juneweaver 因為我不知道各位對Juneweaver熟不熟悉 這個環境我的習慣是打開它 因為在你們桌面上應該有連結 習慣上一定會先把它切成傳統的 因為可能比較好講解 我覺得傳統上面有個面板比較好找 所以一般會把它切成傳統的介面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將來我們在SAMP 這個裡面 我們不是有建了一個目錄嗎 這個目錄指的是在Web Server裡面的 就跟目錄底下會有個PHP01 可是如果你要做開發的話 那要怎麼樣在開發工具裡面 比如說我們用Juneweaver 它也可以知道有這個的存在 而且幫我編輯 那但是因為這個裡面是用PHP Server的技術 所以你還要告訴 那個Juneweaver說這個是PHP 不是ASP也不是JHP等等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過說那個網站裡面 有一個新增網站 那連結方法往後都一樣 所以以後恐怕我可能在這個講過之後 以後就請各位要自己練習了 那裡面的話你要告訴他你的路徑 路徑部分的話 第一個就是你的那個PHP的名稱 然後把它連結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的低疊底下 的這個 SAM 然後HT DOCS這個裡面的PHP 所以把目錄選取起來 這個時候目錄就會放在這邊了 我習慣把它複製一下 再來切到伺服器 新增一個伺服器 因為這個動態伺服器 那它的好處就是Juneweaver 尤其那個資料庫連那個MySQL 我覺得它很厲害 不用寫任何程式 自動幫你連結資料庫的新增修改三組 查詢通通可以完成 不用寫 因為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但是你必須要做什麼 做一些設定 那這邊的話呢PHP01 連線方式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本機跟網路 那資料夾 我就把它放一樣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剛剛的複製 然後這個網站的話呢 你就頂多是再加一個什麼 PHP01 把這個PHP01 這個加在後面 它將來就會把這個目錄 實體目錄跟WebUI做連結 然後你記得再進階一下 伺服器模式 記得選PHPMySQL 這些都一定要設定 最後按個完成 1 2 3 4 5 然後最後測試打勾 遠端不要打勾 儲存 就OK了 所以往後呢 無論我們第幾個練習的網站 都一樣 這個是必要的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設定好的話 你的PHP是沒辦法work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一定要設定喔 剛剛的動作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這個 其實打開來之後 我習慣是分割好了 把它分割開來 那這邊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就是利用什麼 上面的那個表單工具 我們放了一個什麼 一個這個表單工具 點下來 這邊就有一個文字欄位 再加上一個按鈕 外面記得先放一個表單 把它結合在一起喔 最後送出 就可以丟給誰呢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送出 你們要注意一下就是說喔 在這個表單裡面 不過這個表單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會有一個那個 這個這個表單 到底要送給誰的相關的那個設定 這邊有個form的action 這邊有個action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選取這個表單 或者你游標 放這邊的時候喔 放裡面 然後怎麼選到這個表單呢 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呢 下方會有個什麼 這個標籤有沒有 你點選它 點選這個form的標籤的時候呢 它會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表單給選起來 那選起來之後呢 各位請注意看一下喔 它的下方會有什麼 動作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動作裡面呢 需要兩個非常重要的參數喔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傳遞給誰 就是哪一支PHP的程式 幫你去接 如果它裡面輸入一些東西的話 它要給誰去接 然後這個地方特別是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PHP的 這個這個 Fone1的PHP 就是丟給它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喔 我要丟用什麼方法來丟 那當然喔 它有兩種 一種是get 一種是post 那我上禮拜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用get方式來丟的話 它是利用什麼 UIL參數 也就是在那個網址上面 會出現那個問號 後面給一個參數 等於什麼樣 你填的東西 然後呢 丟過去之後的話 你可以接收得到啦 那這個是第一個喔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我今天用的是post的話 那上面就不會有什麼 UIL參數喔 這個是兩者最大的差別 那所以喔 請各位呢 把上個禮拜這個範例喔 稍微改寫一下 就是說請各位喔 再看把這個複製 另存新檔一下喔 然後呢 或者複製一個 變成Fone2 請各位喔 把那個剛剛的範例呢 改成什麼 帳號 給它一個格子 那這個格子的名稱的話喔 也許我叫做 這個名稱我叫做username 也是一樣 跟剛剛一樣 那另外的話呢 請各位在下方 再多插入一個什麼 密碼 那不過密碼的 文字欄我這邊 給它的名稱叫做 pass wd 好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希望喔 人家輸入之後 因為如果說你預設的話 它會顯示密碼出來嘛 那如果說你不希望說 它顯示密碼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請你把底下這個密碼 這個要選取密碼 把這個地方記得要選起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選密碼的話 它預設是單行啦 那單行的話呢 它就會把你的密碼也顯示出來 最後呢 如果你要按一個登錄 丟給誰呢 那另外當然需要一個 PHP 鳳2 PHP 它是HTM 它是PHP 再把這個丟給這個 它要做什麼 它要判斷你的帳號跟密碼是否正確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一個 改成就另存新檔也可以啦 你這邊可以把它怎樣 另存新檔 然後呢 再修改成這個樣子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先那個在Dreamweaver裡面 建立一下那個網站 那個流程的話 我想如果你那個 上個禮拜那個畫面流程 如果不是那麼熟悉的同學 我建議你到我的部落格裡面的那個 那個懶人包吧 PHP的那個懶人包裡面 就會有那個相關的設定流程 好 好